二十年后 最近上海的一位妈妈 因为女儿不认真写作业 生气到抓狂 但是妈妈的生气 却让她的父亲母亲很开心 原来二十三年前 这位妈妈的爸爸 辅导她作业时 就遇到了同样的事情 女儿不认真写作业 因此写了一封信给女儿 信里说 以后有一天你也会成为父母 将来你的孩子 发现你现在这样的问题 你会怎么做呢 二十年后 最近上海的一位妈妈 因为女儿不认真写作业 生气到抓狂 但是妈妈的生气 却让她的父亲母亲很开心 原来二十三年前 这位妈妈的爸爸 辅导她作业时 就遇到了同样的事情 女儿不认真写作业 因此写了一封信给女儿 信里说 以后有一天 你也会成为父母 将来你的孩子 发现你现在这样的问题 你会怎么做呢 二十年后 最近上海的一位妈妈 因为女儿不认真写作业 生气到抓狂 但是妈妈的生气 却让她的父亲母亲很开心 原来二十三年前 这位妈妈的爸爸 辅导她作业时 就遇到了同样的事情 女儿不认真写作业 因此写了一封信给女儿 信里说 以后有一天 你也会成为父母 将来你的孩子 发现你现在这样的问题 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怎么做呢 感谢观看